男子在水中发现庞然大物 走近一看不简单 三种水中巨物 地球上生活着很多稀奇古怪的生物 而水中的生物更是五花八门 一些在岸边游玩的人们经常有意外发现 两名男子正在水边游玩 突然发现水中有点不对劲 其中一名男子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一个大家伙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男子终于将这个大家伙抱到了岸边 定睛一看收获可不小 原来这是一只体型十分巨大的水母 虽然饭菜有着落了 但还是要小心 因为大部分水母都是有毒的 水母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生物 它们不仅没有大脑 就连最低级的神经系统都没有 但是水母又十分古老 它们早在六亿五千万年前就出现了 水母的体型大小也不仅相同 比如最小的水母伊卢坎吉水母只有几厘米 而体型巨大的鸣和水母的触手长达十米 这名小伙正在水边游玩 一条银白色的长影吸引了小伙子的注意力 水下好像出现了什么庞然大物 小伙子继续观察 果不其然 一条银白色的大鱼浮出了水面 它的造型有点奇怪 看起来有点像特大号带鱼 背上长有红色鱼鳍 后来小伙子询问了相关人士得知 这是一条十分罕见的黄带鱼 黄带鱼是世界上最长的硬物鱼 一般情况下 黄带鱼的体型可以达到三米 根据已有记录来看 人们发现的最长的黄带鱼身长达到了八米 黄带鱼性情凶猛 主要生活在水深200米到1000米的地区 在地震前夕 黄带鱼经常会由鱼受惊游到浅滩 因此黄带鱼也被称为地震鱼等等 在南澳大利亚一处海滩 几名渔民发现了一条长相怪异的鱼类 这个奇怪家伙身长达到了1.8米 他的身体呈现卵圆形 一对迷你的鱼鳍看起来和大大的身体不成比例 浑身透露着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照片上传到网上以后 引起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后来有相关专家做出了鉴定 这是一条翻车鱼 翻车鱼也被称为翻车屯月亮鱼等等 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洋 翻车鱼堪称海洋中的庞然大物 它们的身长在3米到5.5米之间 体重在1400到3500千克左右 但是刚出生的翻车鱼十分迷你 只有指甲盖大小 经过了九死一生的成长时 翻车鱼才能平安长大 翻车鱼的游泳技术比较差 经常随波逐流 从而飘到岸边